爱生活爱美食,大家好,我是小丽 今天来分享一个戚风蛋糕简单实用的配方 按照这个比例来做,保证你也能一次成功 吃起来口感绵软、细腻,比买的还好吃 在大碗中加入45克清水 45克玉米油 棉白糖15克 这是5个鸡蛋黄,放入碗中 将材料搅匀 再筛入65克低筋面粉 15克玉米淀粉 将材料充分地搅拌均匀 最后我们得到的是非常顺滑的面糊状 这样蛋黄的部分就准备好了,放到一旁备用 我们再来打发蛋清 这是5个冷藏过的鸡蛋清 冷藏过的蛋清更容易打发 加入1克盐 2.5克塔塔粉 我们用电动打蛋器 先低速,再转高速快速地打发 打发成这样的鱼眼泡以后 加入第一次的白糖 打发到蛋清变得很细腻了 再加入第二次的白糖 我分两次,一共加入了80克白砂糖 打发蛋清这一步是最关键的 到后期我们就要勤观察 一只打发到蛋清有明显的纹路 提起来以后,有鸡尾状的小尖角 就是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将打发的蛋清三分之一 先放入到蛋黄液中 放到上边铺平 再用刮刀由中间 像这样,快速地翻拌 翻拌均匀以后 再将剩余的蛋清放入碗中 这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 翻拌蛋清的时候 我们动作要快速 而且不要画大圈 那样容易消泡 做这款蛋糕的时候 我们从蛋清打发 一直到蛋糕入烤箱 动作尽量快速一些 避免消泡 我准备的是一个8寸的蛋糕模具 将蛋糕液倒入模具中 用力地震几下 震出里边的大气泡 烤箱一定要提前预热5-10分钟 我用的是下火100度 上火130度 烤50分钟 在蛋糕出炉的第一时间 也要用力地震几下 震出里边的热气 然后放到量架上 倒扣放凉 再脱模 我家的烤箱温度 还是比较高的 大家在烤制的时候 也要根据实际情况 将温度和时间 适当地调整 我们今天的蛋糕 启发得非常好 也很有弹性 再切开来看一下 内部的组织非常的细密 软软的 像海绵一样 吃起来的口感 更是细腻 橙香 学会这样做蛋糕 以后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如果你也喜欢 就快动手 试试吧 我是小丽 每天都做好吃的 明天见